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 女性第一次后为什么会更加想要 主要是因为她们经过第一次后获得了很多好处 零腰 皮肤更好了 夫妻生活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体内新陈代谢更快 有利于身体垃圾和毒素的顺理排出 使皮肤更白皙细腻 同时还能使女性分泌更多的雌性激素 充足的雌性激素使女性看起来更年轻 气色更好 零二 身体更健康了 很少的女性喜欢运动锻炼 因此大部分的女性身体抵抗力更差 而夫妻生活可以使女性的身体得到运动 肌肉从紧张到放松 起到锻炼的效果 增强女性的免疫力 夫妻生活还可以促进女性内分泌循环 使子宫和卵巢功能正常 减少疾病的发生 精液还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可以减少女性妇科疾病的发生 零三 睡眠更好了 夫妻生活会消耗大量的体力 使女性更容易进入睡眠 并且和谐的夫妻生活 可以使女性精神愉悦 使身体更放松 睡眠质量也得到提高 零四 减肥 很多女性都很在意自己的身材 有一句话说 减肥是女性毕生的事业 虽然有点夸张 但也说明了女性对身材有多在意 夫妻生活可以消耗大量的热量 对减肥有很大的帮助 正是因为夫妻生活 使女性尝到了这么多的甜头 所以她们才会更加的想要 二 走进中年女人内心深处的技巧 慢一点 爱情总是不期而遇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 更没有年龄的界限 每个人都有遇到爱情的机会 或早或晚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女性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 主要是时代变迁带来的影响 让一些女性变得更加独立自主 也正是因为这样 使得一部分女人 错过了最佳结婚的年龄 根据网上不完全统计 绝大多数 错过最佳结婚年龄的女人表示 既然自己错过了最佳结婚年龄 那么宁愿单身 也不愿找一个人迁就 确实如此 一个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阅历变得越来越丰富 见过太多的分分合合后 她就不会轻易地对一个男人动心 毕竟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 完全具备养活自己的条件 也能给父母一个祥和的晚年 何必要去照顾一个不怎么爱的男人呢 所以啊 面对中年女人 想要走进她的内心深处 男人就不能操之过急 要知道 中年女人 她可能渴望爱情 但不将就的心理是放在这里的 若你太过于着急 迫切地走进她的生活中 你就会让她觉得 你进入这段感情 是有其他想法的 因此 走进中年女人内心深处的技巧 是慢一点 零腰慢一点 注重关系的层层递进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见证了太多关系的变化 或许有的女人会选择一见钟情 或许有的女人会选择日久生情 但是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很多一见钟情的情侣 败给了交往中的认知差异 也有很多选择日久生情的情侣 败给了不断暴露的缺点和陋习 所以 要想走进一个中年女人的内心深处 一见钟情这个选择是不可取的 这只会让对方觉得 你属于幼稚的一类 对待感情自然也就是还未完全成熟的 要明白 大部分中年女人 不再愿意陪伴一个男人成长 毕竟她们的青春已经消失太多了 更在乎和珍惜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因此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日久生情是一个相对稳妥的做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需要注重的就是 相处过程的和谐和舒服 最重要的还是 关系的层层递进 不可一步登天 也不可妄想脚踏几步的前行 想走进一个中年女人的内心 要试着从朋友开始做起 建立彼此都不排斥的关系 这样也不会让彼此产生过于沉重的负担 要知道朋友相对于情侣来说 不需要太多时间和过往的基础 只要彼此之间能力和认知方面旗鼓相当 这一点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 是很容易就能达到的 从朋友过度到恋人未满的暧昧 再过度到情侣 最后结成伴侣契约终身 这样的关系 要比直接确定情侣关系要顺畅许多 也会让女人特别是中年女人放下戒心 放出自己的真心 02慢一点 让对方感知的你爱意 是呈直线上升的 走进一个人的内心 一定是能够触碰到对方的深处的 女人如此 中年女人更是如此 一个中年女人 到了这样的年纪 不再像年轻姑娘一样 面对爱情可以奋不顾身 一定会考虑到诸多方面的原因 性格是一项 为人是一项 相处更是一项 这个时期的女性 在判断爱与不爱 爱的程度方面 有着极高的敏感程度 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会引起她们的注意 所以 要想走进一个中年女人的内心深处 切不可操之过急 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 并且你的这份爱 不能是忽高忽低的频率式波动 而是尽可能的呈现性指数一样 正向上升 可能你会说 那这样的过程 岂不是会很累 需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和付出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个年纪的女人 不会要求你每天的一句 我爱你 也不需要你每天证明 你有多爱她 她们只会在相处和生活中观察 但凡你的一个小小的举动 都有可能会挑起她们敏感的神经 让她们感知到你是爱她的 因此 只要你的爱未曾改变 那么那些赋予爱的行为 她自然能够察觉 只要记得 做到不忽视对方 不要不在乎对方的情绪就行 这个世界的爱 有着各种各样的模样 每一对情侣相处的方式 和表达的爱的方式都不一样 但是这其中的共性是离不开爱 要想走进她们的内心 你爱的表达很重要 呈现给对方的方式和节奏也很重要 所以慢一点 让她们感受到你不曾下降的爱意就行 培根说 就是神 在爱情中也难保持聪明 所以 作为普通且平凡的我们 在处理关系的时候慢下来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相处技巧 毕竟 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忘了 爱情和品茶一般 慢慢地喝 才会有回味的甘甜 特别是面对中年女人 过于迫切会让内心敏感的 她觉得你靠近她是有目的的 为了打消她的念头 你需要从零开始做起 从最基础做起 让她感受到 原来你是因为爱 才想和她在一起 确实 对待不同的人 我们在感情里使用的技巧不同 敏感的中年女人 不会轻易地接受一段爱 所以 要想搞定中年女人 就要回归爱情的起点 用爱去融化对方的心 用爱让你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从而顺理成章地在一起 此外你可能还需要懂得一些甜言蜜语 去维持你们的感情 三 聊中年女人 这些话常挂在嘴边 她会更容易动情 一 赞美的话挂嘴边 让她心花怒放 女人天生喜欢被人赞美 而且经常被人夸的女人 也会多几分自信 因为只有得到认可 被异性经常夸奖 女人才会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经常活在赞美声中的女人 走路都带着自信的光彩 这种感觉就像一只骄傲的孔雀 在异性面前昂首挺胸地走过 当你经常把夸赞的话挂在嘴边 女人慢慢地就会相信你的话 从而让她心花怒放 即使她知道你说的有夸大的嫌疑 但她就喜欢听 经常把赞美之词挂在嘴边的男人 女人会认为她是一个知情识趣的男人 和这样风趣的男人在一起 日子不会枯燥 甚至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像在谈恋爱 二 把肉麻话挂嘴边 让她的心融化 男女在一起 熟悉之后 不说一点甜言蜜语 都不能拉动彼此的关系 所以 这个时候 男人的厚脸皮一点 经常对女人说一些肉麻的情话 让女人听得心潮澎湃 更能拉动彼此的心 中年女人因为经历过感情的沉淀 有了丰富的经历 自然更懂男人 这些肉麻情话的含义 中年女人的成熟 让她们变得知情识趣 她们自然也希望能找到一个懂柔情 且识趣的男人 在平时相处时 男人趁女人不备 在女人耳边轻轻地说一些肉麻情话 女人自然会娇羞一笑 并且会用身体语言回应你 让你体会到 触碰到含羞草时的情形 其实 女人在面对喜欢的人 对方越肉麻 女人越喜欢 总之 撩中年女人 把这些话挂嘴边 会更容易让她动心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